体会佛陀的大慈悲就在生命电视台 因此我们学习了佛陀的教法就要去应用 光听到了指示文会这还不够 要去思维这属于思维 思维之后要依靠奉行 才能进入修会的阶段 才能开智慧 一个人的心念极为伪系 而且不亦察觉 可是聪明的人却善于护手即将蠢动的心念 经过护手的心 能导致幸福 口头说法叠叠不休 身心却毫无行持和体验 这种说教就像是鹦鹉说话一样 实在毫无意义 佛是完美的导师 法是亲近的教导 身是修行人的团体 真正的归一是对佛法有信心 了解真实诸恶末座 众善奉行 唯一三宝 就是把自己的生命交付给三宝 一地蜜可以捉到许多苍蝇 但是一加轮的毒水 却无法捉到一只苍蝇 不要偏执 就像饮食 人们即使不喜欢血 有益健康的食物 也应该食用 即使喜欢 而对身体有害的食物 也应该避免 同样的 人们可能不喜欢行善 但还是应该去做 人们可能喜欢恶行 但还是应该避免去做 自己尚未弃正法医 却对别人说法 这是以忙倒忙 实在毫无意义 为善不求回报 给予不求报酬 若有回报 有报酬 即使再小 再为 都会带给你惊喜 愉悦 因此 快停止等待回报 接受 你所得到的一切 一根草 一滴水 一份细小的心意 都足以令你 张开双手 去拥抱 感谢 生命的价值 在于实践院里 人生于世 唯有真心实践 才能舍出烦恼 才能转化心灵 当下 既能享有生命的喜悦 并迈向 璀璨 美好的 人生 爱的果实就是福物 福物的果实 则是平安 我们所有的人 都应该致力于客体与群体的平安 无体心 可令众生 在轮回途中得到休息 能令众生远离恶趣 能令众生去除热闹 能令众生浅除无名 所以说 菩提心 是由文思修会之棒 搅拌正法的鲜乳 从而得到的精妙体肤 现在 我拥有这扫大船 如此难得的殊胜人生 我必须在着自己和其他众生 度过轮回之汪洋 为了肚子彼岸 日日夜夜 心无散漫地 文思修 乃是菩萨的修行 智慧是从禅定中产生的 没有禅定 就不能伸出大智慧 不必太在意死后的事 只需重视眼前所发生的事 然后一一克服 如此也等于在解决 未来的事 没有人与你敌对 只是角度不同 心灵的真正归宿 不是来自外在的认同 而是从心去安顿的 唯有清楚彻见心的本来面目 才是安住于终极归宿 心的本来面目 即是空 用人应当取人之长 而舍人之短 若是要用十全十美的人 那么世界上就没有可用的人才了 用人要以他人之长处 来补他人之短处 不要责备他的短处 而舍弃他的长处 紧张什么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以平常心 看待人生中的无常 无常是从时间的角度来说的 无我则是从空间的角度来说的 也有许多人一起造作时更有力量 如果一百个人 集合众愿杀了一只羊 每个人都得到杀那只羊的恶业 如果政府决定宣战 并得到该国群众的支持 无论死了多少人 每个人都得到杀了那么多人的杀业 如果你能体会到 此刻就在莲花中重生 此刻能端坐在莲花上 那么净土的存在对你来说将不再怀疑 如果借由切断烦恼的粮食 阻止烦恼尽情地进食 我们便正依着阿罗汉的足迹而行 俗话说 对于风群无益的事 不可能对于一只蜜蜂有益 认真与较真 看似一步之遥 实则相隔千里 认真是一种责任心的表现 而较真有点钻牛角尖及斤斤计较 催毛求疵的意味 与人相处 要多一份认真 少一份较真 对于没有理性的生物 以及一切情况和客观事物 你要保持慷慨仁慈的态度 因为你有理性 而他们没有 也因为人是有理性的 所以更要以有爱的态度 对待他们 小狗 小狗咬尾巴 是爱心和感恩心的具体展现 所以被人类钟爱的饲养 而快乐地活下去 在屋檐下安居的 只会是麻雀 绝不可能是阴 每个人 一生中都有两个主要的敌人 无明和死亡 无明毁坏我们的心智 其对质 其对质是手持智慧剑的文殊菩萨 死亡毁坏我们的身体 其对质是文殊菩萨的愤怒向 研磨敌 停止这种盲目的追随 你必须不断地去阻挡这无明之流 而这就叫做训练 一切皆不尽 即使外表美丽 本身仍然数不尽 了知这一点 则能离贪 攀缘和执着 忏悔像伐水一样 可以洗尽我们的罪业 忏悔像传法一样 可以载运我们到解脱的涅槃彼岸 忏悔像城墙一样 可以摄护我们的身心六根 忏悔像桥梁一样 可以引导我们通往神佛之道 忏悔像阴落一样 可以庄与我们的菩提道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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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是从水和泥土这两样东西 孕育出来的 历来的高森大德 对身体都不是太执着 吃饭能果服就好 转衣能避寒就行 其他的也不是特别讲究 散步时 我们也可以牵着小孩的手 每走一步 就感觉好像 我是全世界最快乐的人 假使你带着墓地 你将与花亦无相叶 放弃所有的作意和所求 你才有可能与花一体 读经的目的在信念一心 思维法义 这是解门 而称念佛号 礼拜是行门 解行病重 能帮助我们超越三界 我们试着探处生命 当我们喝茶走路 坐下插花时 深深的关照 成功的秘诀 感觉在于你能做自己的主人 当你呈现你本来的面貌时 你就如实地活在当下 人生就像在大海中的古舟 飘浮不定 和其短暂与脆弱 是因努力掌握自己的方向 坚定自己的意志 在短暂的生命里 创造无限的永恒 在脆弱的生命中 正得志刚博大的离体 鹿自己领回道 使我生命受害的 竟然是我最得意 美与美丽的脚 而能够救我的 却是最不起眼的四只脚 可是现在脚已经被攀住了 无常是好事情 没有无常 一切都将成为不可能 有了无常 每一扇门都为变化敞开着 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 呈现出来 把爱 慈悲 平等 清净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 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庆祝佛诞节 慈悲至夜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特举办 恭送玉佛功德经 佛遗教三经 即佛前大贡 恭请广护法师 及法务指导声众 共同领众 日期5月6日星期五 时间上午9点 玉佛功德经 下午1点半 佛遗教三经 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乌尔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疫情期间参与法会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范背教学 战性法师教授 日期5月8日星期日 时间下午2点到5点 请提早报名 报名电话 06-271-6616 06-271-6616 地点 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路2段345号 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参法医共募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量体温 活取熊胆 这些熊 身体被人类穿上了铁衣 无法活动 连自杀也不能 它们的身体 被挖了一个洞 插入一条管子倒胆 每天活取胆汁 鲜血淋漓 在越南 中国 有许多大大小小 合法或私人的养熊厂 养熊厂里的黑熊品种 多数是月熊 它们的任务 是活着并提供胆汁 活熊取胆的方法 是将一个金属管 永久地插入熊的胆囊 另一端 陆在熊的腹部外面 因为伤口裸露在外 永远不会痊愈 所以经常感染 为了增加胆汁的流出量 熊厂会用特制的针管 扎进胆囊取胆汁 每到这个时候 被抽取胆汁的熊 都会疼得惨叫 并把自己的腹部 抓得血肉模糊 有些熊 因为无法忍受抽脑的痛苦 会用脱骨去撞出 而造出精神错误 并把自己的肝肠内脏 都拉扯出来 工人看到这种状况时 就想到了一个 非常残忍的做法 就是制作铁马甲 帮他们穿上一辈子 这样就可以防止黑熊自杀 可怜的黑熊 连自杀的机会都没有 受光致死 这种铁马甲非常笨重 把大熊的整个身体 全部靠下来 只有肝脏的地方 开一伤口来抽取胆汁 这些穿上铁马甲的大熊 在抽取胆汁时 除了惨叫 颤护就是人 天命的连自杀都无法做到 正如你所看到的 这里是一个酷刑士 一个熊的地狱 他们在这里根本无法活动 无法站立 无法转身 只能默默忍受着 每天两次的活体取胆 当这些可怜的熊得了重病 再也炸不出胆汁时 就会被扔到一旁 不给食物吃 让它慢慢地死去 曾经有致母熊痛苦不堪 有一次找到了机会 首先把铁笼子敲开 熊跑出来了 快跑啊 去把自己的孩子小熊杀死 就是不愿意让小熊 受这种一辈子的痛苦 在它杀死了自己的孩子后 这只母熊也自杀了 其实熊胆并不是什么名贵中药 完全可以用草药 或人工合成代替 请大家告诉大家 请大家尽全部可能的力量 广泛宣传 坚决不买不用这些熊胆制品 应经功德殊胜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素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